Long Time 老师 我是阿玛芷 今天我们又跟大家开箱了 这次开箱不是香港记 大家看看 这里有些日文字 就是我们在日本买的东西 记了来跟大家一起看看我们买了什么 来吧 看看吧 时间的关系 已经拆了胶纸 大洲媒体里面有什么 很期待 是在落天马的东西 今天要负责操控我们的机器 因为我们的家里很奇怪 光线也不跟我们的家似的 这个曼城的天气变化摩擦 令我们家的光线长年期变化很大 它会控制着机器 有刚刚看到很多泡泡纸 第一样 这个 这个 有看我们之前 家当开箱的孙子 应该都知道 我们在这里 不太找到 糖 和调味料 那些 在日本买了 好 然后 这边还有一个包 很棒 然后 买了两个 买了两个 然后还买了一个 买了一个 买一个家 带给它们 那两个 带给它们 点儿 带给它们 带给它们 放下 带给它们 带给它们 带她们 2个 網柬燒食物 買了一個小的 買了一個大小的 小的用來烤麵包、多士那些 大的用來燒海鮮、肉 遲些可以在花園燒 家裡的爐燒也可以 接著還買了 我打算煮炸食時放在碟子裡一半 很漂亮,像浪油一樣 接著買了兩個 這是因為要照顧運費 這兩個是日本製的東西 也不太細介紹 都是蟑螂的東西 這就是用來壓碎的東西 可以做到雞蛋碎 用來避免一些水 這個純粹只要錢 好,這個 這是什麼來的呢 這是吃炸食時用的 我們吃很多炸食嗎 不知道 這樣又是這樣 我知道了 串燒 用串燒就是這樣 像居宙屋 遲些 大家看到我們有清酒杯 這裡要再做居宙屋的東西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這是頭盔 這是頭盔 可以的 這是頭盔 這是頭盔 這是蟑螂的 隔壁 它的功用很好 它是一邊可以 你看不看 一邊是沒有蟑螂的 這邊可以用來浸水 然後倒著 它就可以避免一些水 是否很好用呢 我買清的東西 全部都是很好用的 我最期待的 應該是這個 哇 看到嗎 看到是什麼 這個牌子 是一個日本的 咖啡工具牌子 然後 作為一個 TL 一定要買這些 用來烘豆的 噔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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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 噔噔 它很高 噔噔 噔噔 它是 很溫暖 這裡 很溫暖 我做得很溫暖 很漂亮 很漂亮 它可以在這裡 開口 然後倒一些咖啡豆 然後放在它 還可以放在爐上 烘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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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燒到一些很新鮮的咖啡豆 哇 好棒 我已經期待很久了 我最期待 好 看看有什麼 還有這些 莫利 日本的東西來 真的不用擔心 因為 之前我們在香港 已經經常在日本 訂東西來香港 基本上沒有試過 會爛 因為它是用大量的 波波紙包著 絕對不會爛 為什麼 那時候會想在日本 寄的東西來 因為那時候 Yen 便宜 現在應該也便宜 便宜了些 有些港幣 還沒唱完英鎊 還沒唱完英鎊 就要來長夜買一些東西寄來 因為有些東西都很想買 如果在香港寄的話 它已經吃了一重 它比我們直接在日本買 但是運費的話 日本寄來會比較貴 但是它就是便宜了 也要等三個月 但是日本也會比較貴 但是它就是便宜了 紫水 算起來也是比較便宜 我們才買 大概猜到是什麼 應該是我很喜歡那些鎊 真的 玻璃鎊 第二個玻璃鎊 玻璃鎊 然後玻璃鎊 然後這個是杯 也是杯 大家看到我們浸了梅酒 買些杯來喝梅酒 很漂亮的盒 看著 它還有杯墊 然後 是老虎仔的杯 這些超和換飾公仔 很漂亮的 我自己包都沒有它包得那麼好 自己在香港寄來的東西 它真的包得很好 大家如果要寄來 學它 絕對不會有事 這個是遲來的東西 我已經要想一下 怎樣再用它 這個我買來的時候 是打算用來浸梅酒 但是我沒想過原來要寄那麼久 現在梅酒的季節 在英國來說已經結束了 應該很難再買到新鮮的梅 那叫來再撿什麼酒 還有什麼酒 好介紹呢 你好像釀酒廠 不停釀酒 對 但其實我很少喝酒 我們只是喝梅酒 大家再次重新 在日本買東西 真的不怕它打爛 我們怕自己拆爛多些 很安全 很久了 很久了 其實只剩很少的東西 我拿來另外一個桌 這個拿走 很爛 我們的桌面 明明可以開大 但我們沒有試過開大 這個也是同一個牌子 那是甚麼 也不太記得是甚麼風色 不過應該不是這個老虎 它裡面還有一個固酥的匙巾 是一套可以浸梅酒用的 但是就可能明年清早 很漂亮 還有這個 這個是戶外用也可以 在家裡用也可以的 這個是防止油 彈到四處都是 開給大家看看 我不會開 開始了 開始了 好像別人的自修室那些 好 以後你吃飯就這樣 你自己這樣吃拉麵 沒有了 開齊了 這次成功寄來 看看我們還會不會有其他東西想買 趁日本日圓還未回升之際 那其實有沒有抵到呢 抵過在香港買這些東西 那運費會不會都貴 運費都不便宜 這裡好像700K 就已經要一萬 那時候就對六 所以是六百多元 還有有些東西 你可以趁特價的時候買 來日本應該會 年尾通常會做特價 或者暑假的時候 前面都是暑假 有些是做特價買 還有一些是想要好用 這樣買 那這個你在英國怎樣買 是不是 我們這次是用Tencil這個日本網站 集運來到英國 這個絕對不是廣告 我們只是將成功收到課的經驗 和大家分享 正如它的網站所說 只需要三個簡單的步驟 就可以將你在日本Amazon 樂天 或者其他日本網站 賣到的麥品 送去海外 而它配送的地方都非常廣泛 香港、台灣、澳洲、美國、加拿大 只要不是為禁品 基本上都會送到給你 說回集運流程 首先註冊做新會員 這裡填寫電郵地址 隨即你就會收到E-mail 按連結就可以了 之後就填寫基本資料 中文名、英文名、出生日期 哪個國家、密碼、 訂閱不訂閱這個電子報 最後就按三個同意 去到確認畫面 看資料沒錯就可以按註冊 這個時候你會看到會員註冊成功 並且同時都會收到一個E-mail 表示會審批你的身份 當確認了之後 你會收到另一個E-mail 裡面會有你專用的購物地址 這個地址 中間的資料每個人都不同 它是給你在日本網站購物的時候 用的送貨地址 第二個步驟就是你在日本網站購物 當你的貨物送到Tenso這個集運倉之後 你會收到E-mail 按你就可以進行第三個步驟 就是轉運到英國或者其他海外的地方 如果你有幾個包裹 你可以選擇集中包裝 即是集運 確認所有資料正確 就可以選擇發送方式 我們就選擇一個便宜的船運 OK之後就確認 然後提清楚資料沒錯就會付錢 這個配送地址是大家註冊時候填的 所以記得不要填錯 確認所有資料正確之後 就可以確認付錢 付完錢就準備等收貨 好吧 我們在日本直送 一些非常好用的家居用品 的開箱已經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記得Like和Subscribe我們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